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我虽救不了他 但如果是你有很大机会重塑他的灵魂 不要用这种事情来骗我 就算我欺骗了天下人 也绝不会骗你 你体内的那股力量 确实可以帮助你救回心爱之人 之前你的境界不够 自然无法察觉那股力量的存在 直到你刚才魔化 彻底失去神智 那股力量才得以爆发出来 不过 不过什么 你当真觉得 一切都是巧合吗 在你自我正地之时 江碧蓝为了你差点身亡倒消 如今你成功封神 妙妙公主却也为了你 你的意思是 有人在背后作祟吗 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舞者修行本就是逆天而行 除了天地雷劫之外 还会面临种种劫难 越是强大的修饰 失去的东西就越不好 这跟我重塑公主的灵魂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只要你能在九天成功升心 就可以决心体内真正的力量 你的强大带来的悲悦 才会停止对你的影响 你才有机会重塑公主的灵魂 也就是说你也没有失足的把握 事无绝对 只要你有足够的力量 颠覆六道轮回 篡改生死规则之类的事 也并非无法达成 无论如何 我都要救回妙妙 妙妙 当你重返人世 我定要与你结尾道理 尽快将妙妙公主的气息 融入那块死亡水晶中 他日时机一到 才可重塑残魂 不过这块死亡水晶 暂时就不能划行了 这 只要可以重塑公主的魂魄 我暂时不划行也没关系 姜毕勒 你 不必多说了 时间紧迫 立刻将公主的气息 融入进来吧 那我就开始了 拜托你了 大王之谷 妙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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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我一定会救你的 多谢前辈 已经走了吗 秦南 妙妙公主她 公主尚存一息 有昭一日 我定会重塑她的灵魂 将她唤醒 各位前辈 多谢你们出手相助 我才得以成功封神 如今 我已正得了万古第一神 自然要让某些人付出代价 有劳各位前辈 召集反天盟的所有人 另外 传音让整个苍蓝大陆的人都知道 秦南已经封神 南天神帝他们的末日已经来了 蒙主有令 极敢不从 可你说了多少遍了 秦南是绝对不可能成功封神的 没错 小子 你还是接受现实吧 闭嘴 秦南盟主乃是天下间第一个自我征地之人 他一定能做到 小子 不如我们来赌上一把 赌五百块地精 秦南要是封神 诸位 无奈秦南 相信诸位都已知道 南天门镇压了苍蓝法印 以致所有修士无法飞升 什么 居然还有这种事情 而帝宝和神堡 则狼狈为奸 篡改了武道规则 让我们必须通过武魂修行 也必须依靠承载地命 炼化神阁才能正地封神 帝宝 神堡 他们视武道为棋盘 视众生为棋子 朕已操纵 无法无天 如今 我已成为万古第一神 打破了他们的封锁 诸位倒有若是心有不甘 三日之后 练随半天盟一起 打碎南天门 冲破一切束缚 开创一个 崭新的时代 本元之力 听我之力 女帝成为第二大陆唯一的路主 竟可以招来这么多本元之力 无缘 一个时辰后 召集大帝以上的修士 来此修炼 是 女帝陛下 这种感觉 看来是我的惊声出现了 我去将它解决 事成之后 再来助你打碎南天门 那我可就等着了 南天门 现在反天盟势不可挡 你的许诺恐怕早成了炮营 必须给我们个交代 早至今日 当初我绝对不会对秦南出手 凭我们的实力 用不着怕他们 你们开始全力备战 事成之后 一定不会亏待你们 反正你们如今 也没有别的选择 不是吗 我知道了 你就是我的惊声 你达到了什么修为 树南凤岗 因你现在的修为 触犯禁忌 不是件好事 既然如此 来战斗吧 啊 啊 这么快就回来了 问题解决了 嗯 既然你回来了 那我们现在就去 汉天中所在地 好 轻生在最后一刻 为何对我说 不能让秦南百年累生心 初颜 这就是你说的 欲要这么一种决 先要苦其心智 牢其惊苦 现在够了吧 还不明白吗 父皇已经抛弃你的肺了 从今天起 朱爷我就帮你开启修为 选一把 他是世上最强的剑 好饿啊 谁能给我送点吃的 嘿嘿嘿 我要撤了你 人类 借你小命迷啊 不 不可能 你明明已经很凡人无异 不 饶我一边 接下来 就让我见识一下 无敌剑狱 到底有多强吧 来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 别人连圣玄宗的门都锁不了的人 既然能够存在五层房层 白墨淘汰 下一个 其后 使用一次多个机会 第五层料了 身为魔主亲子 纵然第五层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收 那叫锦组 真的 也让他九层料去了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 非要来自取命 赵殿 李清河 情价血肠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拽血肠 秦宇 你 你的行为 不可能 他命连已经经脉尽孙 成为废人 怎么会 让我真正将能难吧 情侶 你